Hello 我是Pets Daily的Vicky 今天是要来groom这只兔子 基本上兔子是不需要冲凉的 因为它们是吃蔬菜水果 所以本身的体味不会重 然后它们又怕冷 所以它们是不需要冲凉的 然后至于为什么会导致它们肮脏的问题 是持养的方式不对 兔子它们是很干净的小动物 所以它们不需要冲凉 也不适合冲凉 所以它的肮脏的地方 我会用这个绿线跟它清理 然后主人的要求就是 需要给它修剪掉它一些的脚板毛 其实真正来讲说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们的皮肤会发炎 可是主人的要求就 我们也是尽量啦 可是保护它的同时 又满足得到主人的要求 所以这些都是它很脏的地方 等一下我会用这个绿线 跟它抹掉 然后跟它清理掉这些 已经打结的毛发 OK 然后rabbit又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小动物 所以它们一点点就会很大的反应 所以在做rabbit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把它绑稳 然后耐心一点的去让它们慢慢的适应 你做的东西 跟它在现在陌生的环境下 它的打结 我们会用这个蒸酥 来慢慢的梳开它 基本上你慢慢熟开它 它就会落出来了 根本不用讲说用很出力还是什么 只需要轻轻的 慢慢的把它束出来 它就会落出来了 这些全部都是它打结的毛发 也是它的死毛 酥的时候 记得力度要适量 如果你太出力的压下去 你会插到它 当它慢慢适应的时候 它就会像现在这样 净净的给你做 净净的给你做 因为主人要求剃掉一些脚板毛 所以我们会在保护它的同时 也满足主人的要求 可是当然 不可以剃到完全没有 不然它的 这边的脚皮就会发炎 所以是大概的剃掉 让它没有那么厚 然后修剪掉它 藏出来的指甲 你可以看到它的血根 冰色的就是它的血根 然后我们只会修剪掉 它多余的部分 再捉着它 跟它修剪 做任何一个部分的时候 必须要稳 不然你怕 它更怕 修剪完了 抹一抹 抹好的时候 用手指触碰一下 确定你把它抹圆 确定你把它抹圆 有人会问 兔子可以洗耳朵吗?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兔子也会有ear mice 就是耳满 如果兔子不幸有耳满的话 是需要天天清洗 直到它好为止 如果像现在这样的话 它的耳朵是算健康跟干净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 然后我们可以用 放一些ear gel 所以它就不会感觉到摩擦的疼痛 所以 确定的 轻轻地 跟它检查一下 它耳朵的里面 所以只是一点点的肮脏 主人最后的要求就是 它要修剪掉它这些 然后 扎毛 以 它最能接受的方式 去帮它修剪 肚子 挑上来 修剪兔子的时候 我会选择用牙剪 因为它们的毛发很幼 很软 如果选择用直剪 这样一剪 你再剪 可能就已经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了 OK 只有用牙剪的慢慢的去削 才不会剪错 然后才会把这种又软 这种很软很幼的毛 剪整齐 在它的头 耳朵这边修剪过后 竖起来 把它修得再自然一点 在正面看 你会看到这边 我已经可以做到主人要求的条件 就是尽量把它修圆 不要看到它的那个肺肺肺毛 乱乱肺 所以左右是有一个不同的 就是差别 修剪前跟修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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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到这个肺肺毛